第五十題 取一個乙歸零的伏特劑 將其正負極端子分別接在AB兩點 則伏特劑的讀數為多少 那麼伏特劑的讀數AB兩點就是要看乙跟丙兩個串連之後的電壓為多少 那麼題目前面已經告訴我 安培劑的讀數是0.6安培 那因為這邊全部都是串連 所以他們的電流都一樣 所以表示通過乙的電流跟通過丙的電流都是0.6安培 我們可以根據V等於IR這個公式 把乙的電流跟電阻帶進去算出我們乙的電壓 那麼同樣的可以把丙的電阻跟電阻帶進去算出所謂丙的電壓 在利用所謂串連的時候等於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的核 把它加起來就可以求出乙丙之間的電位差 這是一種方式 或者我們可以直接看我們的乙跟丙這兩個串連 我們去求它的總電阻 我們知道串連的時候電阻是要相加的 總電阻等於分電阻的核 所以它是3加7等於10歐姆 那麼通過這裡的電流剛剛前面寫過的是0.6安培 那麼根據我們的公式呢 V等於IR 那我們的電流是0.6安培 我們的電阻是10歐姆 所以算出來的答案就是6伏特 所以第五十題問我們說 我們的福特計的讀數為多少 我們答案選B6伏特 好的 如果答案的支持者